这几天网路上有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消息 因为真的是蛮扯的 现在很多人出国玩都会找旅行社 但是这个年代旅行社说疑似 是和越南当地的接待旅行社 双方发生了款项没有付清的纠纷 居然就害得292名利用春节期间到复国旅游的民众 无辜的被丢到丢在当地丢包 现在更有团员本身是部落客 他就在脸书留言说 一群人大半夜找不到饭店可以住 呼吁台湾游客别再去了 不过当地的接待旅行社也喊冤 说有话要说 表示有接到交通部驻胡适民事办事处人员的要求 说必须先接完行程 再来协助处理双方的纠纷 因此还是会先帮忙走完整个行程 不过也抱怨为了处理这件事 已经两天没睡觉了 副国道旅客惨被丢包持续发酵 旅客大厅围剿要讨个说法 农历春节期间多达229名旅客 参加年代旅游 复国道五天四夜包机行程 抵达后惨遭丢包 还要在脚前才能再走行程 知名部落客断断反而在脸书发文 直言付了70万的团费 然而导游领队通通不进人影 连安排的餐厅都因为春节休假高的 大家要自己觅食 脸书呼吁还没出发的 快点打消念头千万不要来 而早在12号团员中就有18位旅客 决定自偷腰包搭机返台 但坦到被要求迁托对切结书 仍然十分气愤 他叫我们迁切结书 迁了我回来 等于说是我自己很倒霉 地界负责人出面 因为年代旅行团 只付了十分之一的金额 而不愿意接待 但已经收到交通部观光署 住胡志明市办事处承诺协助 决定载人道主义一次 让导游把290名台湾旅客 都找回来走完行程 我就尽量把载人道主义一次 然后再把这个旅客 尽量我就撑到明天 把他们顺利送到机场 那希望也是说年代 可以赶紧处理这个飞机的问题 让旅客可以顺利回去 由于年代旅游 至今还没付包机费 若13号仍不付款 14号的返台包机 越主航空恐将不飞 但是就是直接飞机也不派了 还是说我飞机派过来 你们现场刷卡 刷卡就让你小飞机 然后我们就飞回去 现在是这两个情况 现在都不确定 费用未结清 上百旅客14号恐怕 无法登机 滞留当地 这起丢包事件恐怕难以善聊 记者台北组合报道 不过呢这群游客 恐怕这丢包的噩梦 还没有完 因为现在传出年代旅游 还是没有付清 这个包机的费用 因此呢传出部分的团员 恐怕是被滞留在越南 那越主航空发声明表示 今天下午和年代旅游的 董事长林大军 平保协会秘书长等人 召开协调会 年代旅游董事长林大军表示 因为过年期间银行 无法取款 尚未付清 2月14号 复国岛回台北的包机费用 以至于不知道如何让旅客返台 那越南越主航空台湾总代理董事长张志佳 则表示说 基于人道主义 还有保障台湾旅客消费者权益 决定要派遣飞机 先载运旅客平安返回台湾 好那现在交通部也发生了 交通部观光署是表示 他们要求旅行社一定要让旅客平安的回到台湾 观光署也将会同这个平保协会到旅行社来查查 是否有违反旅行业管理规则 以及定型化契约相关规定 而会依照市政来积极查办 而年代旅游则表示 因为在过年期间 银行无法取款 也造成今天无法如期付款 不知道如何让旅客返台 月主航空则是表示 基于人道主义 以及保障台湾旅客消费者的权益 决定派遣飞机载运旅客平安回到台湾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 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